大家好,我是宣問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四個字,兩個列口 先講講港股情況 今天港股反覆,沒有特別方向 升過又跌過百多點 最後全日是小升,小升38點 收26,270點 成交只有751億 今日市跌過百多點 主要是受到本地經濟的股份拖累 包括中華煤氣三號仔 業績不合格,所以今天跌5% 好在中資股走勢不錯 業績一般來說是推動到 令股價上揚 其中一隻碧桂圓升1.8% 藥物股有國賊支持,亦都做得不錯 成為市,今天能夠扭跌為升的重要關鍵 說回整個市形勢 今天市剛才提到升38點 但整個形勢未因為今天上升而有明顯改善 反而仍然有些隱憂在 一方面是基本面 基本面並未出現好轉 二有幾方面說 第一方面是中美貿易戰的情況 雖然這幾星期 特朗普有少少讓步的跡象 但今天又做出一些事情 令大家對前景覺得有點陰霾 原因是 特朗普發表言論 說一定要找人來對抗中國 因為中國拿了美國的好處 很多十年 起碼都25年 一定要找人對抗中國 現在這個情況 由我來 有些捨我其誰的感覺 由他來代表美國對抗中國 這個說法 當然令整個氣氛是一般的 這個口說 而首造更加增添一些陰影 說的是什麼事呢 就是正式賣戰機給台灣 特朗普已經批了 特朗普戰機給台灣 中國一直對這件事 都是極之不爽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令到中美貿易談判的前景 即使不是急轉直下 起碼一定不是正面的幫助 令整個形勢並未因而有好轉 這就是第一個情況 中美貿易戰的形勢是有陰影的 第二個就是美國聯儲局的情況 這個情況主要是之前大家對 鮑威爾以至聯儲局的舉動 有太多的憧憬 憧憬是什麼呢 一方面憧憬 25點指的可能性 現在根據聯邦基金期貨利率的顯示 已經去到95 有時去到100 之換言之 大家都預算它會減息 但是實情會不會這樣呢 現在有些變數 因為經濟一輪之後 現在開始的大行就說 其實美國的經濟數據 並不支持持續減息 這個大行是什麼呢 就是J.P.Morgan 與此同時加上聯儲局的地方行長 這個就是波士頓的地方行長 亦都說出類似的論調 羅森格論 就說現在經濟數據其實都OK 並未進入衰退 不需要大幅減息 這個一出來 大家就開始調整 對今晚 美國時間今晚公佈的聯儲局 7月份議息會議的聲明 以至接下來星期五 鮑威爾在Jackson Hole會議 即是職訊動會議裏面發表的演說 開始有些擔心 未必就好像之前預期那麼好 大家之前預期 他進一步釋放寬鬆的訊號出來 支持股市 現在講一講一講 就未必會 尤其是特朗普 雖然不斷要求聯儲局 立即減一來 100點子 但是他亦說 現在美國經濟 是歷史上最好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難為了鮑威爾 究竟怎樣做呢 歷史上最好 那怎可以減息100點子呢 所以大家開始在調節的情況 第三個值得說 就是近期出的業績 剛才提及了 中資股上算好一些 但是本地經濟股 陸陸續續出的業績 都是令大家有點失望的 其中一種是煤氣 盈利倒退接近兩成 股價立即大幅下挫 今天新鮮滾熱壓公佈的行地 都是四宿個系的股份 以至行機發展 都是倒退 明顯的 而且幅度比煤氣更大 倒退五成 或者更多是兩隻股份 在這樣的盈利環境之下 肯定令大家心驚驚 因為之前很多公佈了地產股 以至銀行股像東亞 出來的成績表都可以說 令大家不太滿意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對恒生指數 港股都是構成壓力的 相信 這個就是這樣的情況 至於技術上 技術上是比較紛紛的 有好的亦有淡的 最後會怎樣呢 就是三個點題的四個字 似乎兩個年頭 因為技術上 為何說又好又淡呢 起碼從跨市場分析來說 暫時未明顯轉淡的訊號 起碼兩個股市出來的訊號 未即刻轉弱 其中一個就是上映指數 看到走勢 這段時間明顯比恒生指數強 這個藍色戰爪指著 就是前浪底的阻力 以及這條二十天線 看到上映指數明顯升穿二十天線 連續站在上面三天 而一度升穿過前浪底的阻力 換言之起碼化解了跌穿前浪底以來的跌勢 不錯的 整個走勢不止太差 至於深圳指數 深圳和城指更加勁抽 看到明顯升穿二十天線 而且已經穩企於前浪底的阻力之上 上映還要在水平中增持 而現在在掙扎 深圳已經衝上 所以從跨市場的分析來說 和香港同氣連資的中資股 上正和深圳城指 走勢是可以的 不至於太差 與此同時看回恒生指數的走勢 亦都叫做有少少量點 看這個走勢 似乎是一個頭肩底 這個就是左肩 這個是頭肩 最近升了上去 回下來 是否正在做右肩 暫時未知 可以是可以不是 如果是右肩 當然就再衝上去 怎樣才知道是否 怎樣才知道恒指是否要回軟 所以看兩個列口 第一個列口就是這個列口 綠色戰爵之絕 介乎26,500點至26,800點 這個列口要補上去 那就轉強了 所以留意 但是反之 如果這個列口 這個藍色戰爵之絕 回下來 那就頭尺 顯示 這個是形成不到頭肩底的可能性 就大 這是失敗 頭肩底的營造 可能失敗的機會大 這個位置是多少 就是25,500點 到26,000點 所以大家留意這兩個列口的爭次情況 就是判斷究竟恒新指數 是否就好像剛才所說 基本面會出現調整 好了 時間關係 根本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